大家好,朱春豪 歐車北上備受熱捧 每日2,000個額供不應求 不少人付出心血時間搶額 但往往空手而回 有車主呼籲當局設法洗到預約機制更公平 而並非長期少部分人只能享用這件事 提議限制每個人同時預約兩個名額 去完一次才能再預約下一次 亦有建議考慮限制每人每個月的預約總次數 使得更多居民有機會成功預約 即使現在已過暑假熱潮 9月已開放預約日子不過日日清零 昨日2,000個額不夠30分鐘 哪需要30分鐘?15分鐘搶完 歐車北上預約時間是早8點半至10點半 能預約未來30日的名額 昨日早8點半有市民準時加入搶額 不過經常無法登入頁面 每個步驟都要輸入圖片驗證碼 但可能太多人同時登入 圖片有效時間只是幾分鐘 等田園資料驗證碼再向上提交時 經常顯示圖片已過期 又或者無法成功加載頁面 需要重新登入 大約早8點40分才能夠進入頁面 政府現在說暫時不增加歐車北上的名額 在預約名額不爭的情況下 市民認為應該設法使得預約機制更公平 令更多人有機會預約 而並非長期只為少數人 懂得電腦科技用API、機械人、網速快、手速快的人佔優勢 很多市民反映花了3,000多元 辦手續包括驗車、駕照、互應、買保險 但一次都約不到 還要每天花半小時搶額 辛辛苦苦混了半小時又被人搶光了 現在沒有限制預約次數 建議限制每個人每次能夠預約兩個名額 去完一次後才能夠再預約下一次 也有建議考慮限制每人每個月的預約總次數 每個人每月的預約總次數 例如規定四、五次 大約每星期出去一次 攤開它使得更多居民能夠預約到 有議員希望政府能夠聽取民意 進一步加強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 爭取組合完善預約通關系統 採取更公平的預約方式 令車主不用爭奔頭 同時希望當局有效 壓止部分不規則的預約方式 有些部門不能夠不加額 但又不工作 至於橫琴口岸二期車道 預料有條件在今月底試運行 麥議員認為可以考慮分流部分 澳車北上的預約通關名額至橫琴口岸 方便部分住在坦琴口岸 路環居民直接經橫琴口岸 車道澳車北上 無需再經新城A區 進入廣州大橋口岸 石上澳車北上 我七月初第一次上去之後 上過這麼多次 發覺都是不濕車的 過關又不濕車 交通壓力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如果好像議員所說 將車分流去橫琴口岸出境 相信是有條件加壓的 如果短期內不加壓 應該先搞一個預約系統 好,這集看好 如果大家新支持我的數片 未知同意為 多謝你們